前新竹市长林志坚遭到调查官于正皇提告抄袭一案 日前才以和解落幕 好但是来看到这个大秘宝新竹棒球场的弊案还有待处理 新竹棒球场因为场地的缺失让职棒选手受伤 好之后陆续挖出了砖头费电缆大石块 甚至呢因为排水不加涨香菇 日前一场大雨让内部的办公室停车场淹水 而且还被网友很酸了设施功能完善 竟然连泳池都有 近日呢又被网友发现 没有想到有街友竟然在球场内铺床 很酸小制盖的设宅政绩加一 另外呢也有网友说了 真的是12亿的棒球场是一个这个世界级的笑话 好但是呢这个林志坚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 被调查官于正皇指控违反了著作权法 日前双方经过三个小时 林志坚同意捐30万 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了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传出 在当天开庭的时候 还有和解之后 林志坚竟然出现了多项的离谱行为 让人无法接受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涉嫌抄袭于正皇的论文 双方对部公堂 9号传出调解成功 不过当时法庭内传出双方攻防 精彩度不输八点档 林志坚更被踢爆 当庭上演大头正一进法庭 竟然先向法官换名片 再转身向余正皇伸出友谊之手 全场傻眼一个票借犯嫌宛如化身巨型出场 林志坚发明片是在他一开始进入法庭的时候 那他也试图去找这个余正皇握手 那但是余正皇是拒绝了 那一开始林志坚态度是蛮强硬的 就是说他并没有抄袭 在调解庭上林志坚不断强调自己是受害者 甚至脱口说出本来桃源市是他的 但后来都没了 余正皇也超不甘心 说自己在调查局疑似遭高层打压被冷冻 不但被调内勤烤机打到疑等 还要被监察院调查 林志坚一听一个冷回 说现在我没有能力帮你 什么叫本来是你的 这种心态就是加天下的心态 我现在比较没有能力 那意思是你以前很有能力 弄到余正皇被这个调查 然后被考期打疑等 林志坚在法庭上还在比看谁比较惨 直到余正皇曝光和解条件 林志坚这才闭嘴放软身段 余正皇提出了一些这个所谓的和解条件 包括呢他要在民进党中央开记者会道歉 还有登报道歉 林志坚能够捐款大概200万元 这个案子打官司打下去 我告诉你林志坚要坐牢的 我觉得民进党里面很多的压力 撕在他身上 林志坚最后以指定捐款 30万元给公益团体当和解 论文案和解戏码 林志坚小动作评评 他的委任律师第一时间否认换名片跟握手 却惨被余正皇打脸 扬言追究其律师涉犯律师法 论文案看似和解落幕 却意外扯出案外案 记者张春明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看到 时事评论黄阳明在脸书发文揭露 林志坚的委任律师去年底 曾经有寄信给余正皇要求撤告 信件当中有提到了 余正皇在2016年的7月份 所完成的硕士论文 涉嫌侵害林志坚先生 还有民调公司的著作权 要请他在7天之内 撤回对林志坚先生的自诉 否则林志坚将会依法追究 黄阳明同时也指出了 根据我国的律师伦理规范 律师在处理受任事件的时候 如果知道相对人或是关系人 已经有请律师 那么就不应该没有经过 其委任律师的同意之间 跟当事人讨论案情 而余正皇委任张又奇 曾伟凯还有吴俊达等等的律师 是去年的7、8月份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而且他的律师团队 常常面对新闻媒体发言 林志坚的委任律师 怎么可能会不知情呢 竟然还擅自寄信 要求余正皇要撤告 黄阳明同时也加码透露 其实在调解庭当中 法官听到余正皇的这一段描述 也直接对林志坚表示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